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,民进党台北市长布局将于16日揭晓,民进党选队会今召开会议,据新选队会顾问邱毅人与新系成员会中指出,台北与新北选情联动,北市选战一对一或三角都,三组人,对民进党新北市影响不同, 评估三角都可能对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贞昌选情较不利,最后,选队会成员审划会提出,应询问苏贞昌看法为何,民进党还未正式决定,是否继续与现任市长柯文哲合作,或是党自提人选。 选队会7日约寻留意参选的立委姚文志,前副总统吕秀莲,即已退党的前台南县长苏贯志,本周还要开座谈会,分别询问北市党及李长,议员意见。 民进党正在征询阶段,选队会今召开会议,成员继续广泛提出意见。 据透露,新系成员担忧北市三角都可能对苏贞昌选情造成冲击,不过,其他选队会成员则提出不同看法,认为若民进党在台北市不提名人选,才会对民进党在其他县市选情造成负面效果。 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转述,选队会听取陈明文等人征询的内容,接住有人提到台北市长选情策略和其他县市会有选情联动。 郑运鹏说,选队会顾问邱毅仁提到新北市的选情,邱毅仁认为应该朝有利于新北市的选情规划,接住有人认为可以征询苏贞昌意见。 但是否要征询苏,选队会并没有做成正式决议。 郑运鹏说,选队会预估台北市可能会有6到7组参选人,但今天没有提到到底是自提还是合作对新北市比较好。